李古一被拘留 央视春晚惹三大麻烦 随着中国新年越来越近 备受争议的中共央视春晚 再呈外界热议的话题 有消息称 今年的春晚已经惹三大麻烦 包括登上春晚的李古一 据称因罪嫁被拘留 知名人物李开复被拘报支持 自由言论 以及春晚 发布一幅篡改的年谣漫画等 引起网民反感 要求抵制春晚 网上传闻 中国知名歌唱家李古一 被指引涉嫌 最佳被北京朝阳警方刑拘 今年的春晚片围曲 难忘今宵 将由香港歌手卢乔音 定替李古一 但北京朝阳警方官方微博 并未有相关信息 李古一也未出面证实此事 另外 央视春晚官方微博 春晚 2月11日发布消息称 将由9位知名人物 登上春晚舞台 其中包括李开复 李开复是前Google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现任北京创新工厂董事长 继首席执行官 近期在担任北京前沿 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李开复也是网络大V 因发表一些自由言论经常被禁言 还曾被官媒刊 大字报 批斗 在一些中共五毛和小粉红眼中 李开复是台湾和美国的间谍 甚至有人向官方举报 对此 春晚 发消息中 用其他艺人替换了李开复 至于他能否登上春晚 还是未知数 2月11日 春晚 还发布一幅经过篡改的年羊漫画 将其中的猪肉铺和猪头 改成为羊肉铺和羊肉 引发民众反感 要求抵制春晚 事实上 早在2015年 就由网民发起 春晚有毒 万人连署要求停播 活动 连署信指出 圣女 女汉子 女干部 男方人 矮人 胖人 都成为春晚节目中被丑化 贬低甚至污蔑的 校料 春晚已成歧视重灾区 连署信表示 春晚种种公然歧视背后 是在广电总局的保护之下 以国家 和谐 知名 抹杀多元生活权利 他羞辱的是所有人 春晚歧视内容只是读的一种表现 节目中那些虚伪的道德标榜 虚假的欧歌赞美 同样有毒有害 连署信指出 年年春晚 吐槽无数 但吐槽不但没有改变春晚 反而被春晚无耻的借吐槽扩大影响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要求春晚剧组 导演及相关单位为骑士承担责任 公开道歉 终结春晚垄断 将节日娱乐选择权还给广大观众 有港媒也在评论中指 只要央视春晚他喉舌的本质不变 政治宣传的功能不变 不管是有钱的金色 还是有钱的红色 当他一本正经地想教化民众时 就会可笑地沦为公众唾弃的盘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